不知从何时起 烤冷面成了全国各地小摊的标配美食 铁板上撒油 放上冷面 敲个鸡蛋 铲子推开打散 翻面后刷酱 就如同天津的煎饼果子一样 在无数个寒冷的夜里 温暖了鸡肠碌碌的人们 在烤冷面湿浮行云流水的动作中 冷面裹着带孽 在涂满油的铁板上被烤得滋滋作响 烤冷面起源于黑龙江 再具体一点就是黑龙江机器是某阵学校门口的小摊 烤冷面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一辆小推车 和一块烧热了的铁板即可 将冷面放在铁板上煎熟 再打上一个鸡蛋 加上一根烤肠 刷上老板特制的酱料 撒上一些葱花和香菜 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 一份烤冷面便做好了 来自黑龙江的烤冷面 自然有着东北菜的特点 味道和香味都很浓郁 香味主要来自洋葱 自然和香菜 而味道则是酱的功劳 而烤冷面里的鸡蛋 不仅让烤冷面增加了一丝营养 而且丰富了视觉 还带来了特殊的焦香 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烤冷面 油脂让鸡蛋和淀粉 变得更有层次 浸道中又带着一丝凝胶式的口感 酱香浓郁 松软有嚼劲 尤其是在你鸡肠鹿鹿时 来上一份烤冷面再好不过了